明代政治家张居正 在万历九年 1581年 就已经开始身体不适 神宗还特别浅于一整治 张居正自己说 自己的病情是 在万历十年的春节刚过 他就一病不起 泄气大随 万历十年的三月 他命令医生 将自己的病脏 一口气割除 手术后 他曾上书万历地说 我长久以来的病根 虽然除去了 但血气大随 数日以来 脾胃虚弱 吃不下 喝不下 四肢无力 寸步难移 就这样 张居正在手术后的三个月 也就是万历十年的六月 去世了 享年57岁 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 我是张瑞玲 在刚刚影片当中提到这个张居正 提到自己的病情是 饥热浮于肠胃 流为下部热症 那后世人研究 他可能是有大肠直肠癌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肠癌的 那古代就有发现肠癌了吗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 现代中医是怎么看肠癌的症状 首先先介绍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慈悸医院 中医部内科主任 陈顺鼎医师 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为大家介绍的是 应佩如 佩如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就要请教医师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大肠直肠癌 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杀手 那在刚刚这个古片当中 对于张居正的死因 后人认为他可能是死于肠癌 医生怎么看呢 因为以他的症状表现 应该是很符合末期肠癌的一个症状 比如说包括他吃不下饭 然后没有体力 变得整天要卧床 其实已经到后面二质病 中间叫做卡卡斯的一个状况 所以以他的症状表现 应该是一个直肠癌 或是大肠癌的末期没有错 好 那佩如我晓得是今天来上节目的是 因为你家里有长辈 是得肠癌 那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是我妈妈 那她那时候是因为 家里面那边卫生所会通知说 可以去做例行的检查 那她做完检查就有通知来说 她有那个粪便浅血的反应 那时候妈妈是想 那个卫生所的人是说 那建议妈妈 就是转诊到大医院 去做详细的检查 那时候妈妈可能 她自己觉得没有关系 她想说可能是睡眠不足 或是没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那后来是我先生强烈坚持 要妈妈去大医院检查 后来发现真的就是有大肠癌 好 这个佩如刚刚提到的重点 就是粪便的浅血反应 那以中医来讲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这样的浅血反应 在大肠癌的分歧里面 有一些是叫做湿热下注 破血忘形 造成那个初血的状况 不过其实这个粪便的浅血反应 这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 但是其实我们好像要特别强调的是 其实粪便浅血并不等于 一定是肠癌 对吗 对 它只是一个警讯 但是粪便浅血这个检查 为什么大肠 我们的肠腮要特别重视这一块 因为它的sensitivity 就是它的敏感度是高达八九成的 所以对于一个人 我们要去怎么要去注意 因为一般人 你不可能直接做切片或什么 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 大肠癌的这个浅血反应的赛减 是最容易 而且是最灵敏的 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所以这个东西对民众来讲 应该是很重要的资讯 好 不过如果民众有浅血反应的话 其实也不要太紧张 可是最主要是你一定要看医生 知道自己的浅血反应到底是什么 而且其实好像对大家而言 容易把这个肠癌 有的时候会跟痔瘡 对 会有分含在 对 对 对 那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表现的症状很像 因为比如说肠胃道的出血 下肠胃道的出血 你可能大便收了血 那另外就是说 可能你的排便的习惯 有时候会改变 那很多人认为说 那或许是痔瘡引起了 那这两个刚好就是大肠癌 最常见的症状 所以当然有这些东西 我们不代表一定是大肠癌 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应该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 比如说去做个直肠经 或大肠肢炎检查 来做个好好的鉴别诊断 那一旦发现说 他只是单纯的痔瘡的时候 那就是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那如果万一是真的是 不好的大肠癌或直肠癌的时候 那时候早期治疗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便血是痔瘡和大肠癌 前期表现的共同症状 因此病患们很容易 将便血误认为 是痔瘡所造成的 忽略大肠癌的可能性 婴儿延误了九一时期 所以平时我们除了警觉便血症状外 定期的筛检更是积极的防治做法 而筛检也是目前早期诊断大肠癌 最有效的手段 我很好奇的是 其实这个古代中医 并没有任何的检测仪器 可以检测肿瘤 那中医到底是怎么看待癌呢 在中医来讲 其实它一个比较大的名词 叫做真瑕基居 就是真瑕基居 那什么叫真瑕基居 就是你去摸的时候有肿块 那这肿块又分成是固定不动的 或是会移动的 中医认为它的原因 如果是会移动的 这比较便宜于气质型的 那如果是不动的 这比较血淤型的 所以中医就把这个东西 其实含快在一个很大的方法 叫真瑕基居 但这个真瑕基居 它包括的是恶性的跟良性的 因为其实古时候的人 并没有办法去分别 这是恶性的种类 或是良性的种类 它就把它放在这块 叫做真瑕基居 那原因上的形成 大概也不外乎两个主要大的 一个叫做痰迷 一个痰迷 因为中医要有痰才能结成块 那加上环境 有气质血液的情况下 可以让它聚集成那个种块 所以基本上中医的真瑕基居 跟癌症 跟肿瘤 这些是相关的 那它主要的成因 就是我们的气质血液 跟痰迷基居 好 那中医怎么看待大肠癌 大肠癌这块 其实它在中医是散在 很多很多不同的章节 那在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名词 所以如果你要去回顾过去的一些文献的话 那包括是最早期从汉朝那时候的皇帝内经 你要提到的这个积聚 那让我也是一个寒气 积聚在你的脏腑内 造成它结成这个肿瘤的状况 那后来也提到说 在这种的积聚到后来的病人会出现肚子大 然后食欲不好 其实就很像大肠癌的末期的肝爪云腹水的状态 那另外也有人把它称作是肠汛 那认为是一个寒气刻在肠外造成的一个结块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胀毒 那胀毒就比较偏热症 所以表现出来可能大病会很臭 或者是有血 这是属于比较热毒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长风 那长风的表现主要是拉肚子 那认为是一个风鞋刻在肠子里面 造成的一个化热化毒的状况 那另外还有两个是跟比较下三分之一的直肠癌 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锁钢痣 它可能因为肿块很大 造成它大便排布出来 是属于偏细条状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旁肝腰的话 它是属于局部可能有发炎红肿的状况 所以又是一个像是拥居的状况 那这些章节可能都跟大肠癌是有相关的 古代中医并无大肠癌这样一个名称 根据主要临床表现的不同 大肠癌的症状散落在各病中 主要是在积聚 长训 胀毒 长风 锁钢指 盘钢用等病的范畴里 那医师大肠癌的病因病基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子 基本上这板子上面大概就是所谓的病因跟病基的部分 那中医来讲会生病一定是你的正气先虚 正气虚的时候邪气才能臭 才能够过来侵犯到你 所以第一个是你的正气是虚弱的 那另外包括你的饮食的不调 比如说吃麻辣锅丸又吃冰淇淋 在中医来讲这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那感受外血一般跟癌症比较有关的这些外血 当然在传统中医有风寒 鼠湿 照热这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以现在的观点其实是常常牵涉到一些病毒的感染 因为某些病毒感染事实上是跟癌症的癌化是有关系的 那另外如果起居不竭 就是说该睡觉的不睡觉 比如说很晚才睡觉 这个时候有没有免疫力正气都会虚好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的情字不调 情字不调就是说你的心情 比如说比较从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的状况 或是你属于比较紧张的个性 那这样也会让你的气血循环不好 那种种这些而言之后会造成 主要就是你的肠胃的脾胃的失调 正气不足 那正气不足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你的循环各方面一定出问题 所以你可能会出现痰湿的问题 痰湿的内聚 那甚至比如说你又喜欢吃辣的 辛辣的东西造成一个热 湿热的症状出来 那这个湿热通常就是跟我们一些 比较说比如说会有热热的感觉 或者是排血 这些大概跟湿热是比较相关的 那另外的话到后来可能是 整个循环都出问题了 就变成一个气质血液的情况 就是气也过不去 血液也过不去 所以慢慢慢慢地 它就会沉弹 沉快 然后气质血液就会变成所谓的 真侠机具 那到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会形成大肠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在这边看到一个点 这个变成皮湿运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可是一般其实一般人 其实现代人对皮比较没有概念 但其实我们中医很讲究 对 中医的皮跟西医的皮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中医的皮它包含了整个消化道主要的功能 所以中医这边的皮湿运化 其实你就可以简单地想象 就是我的肠胃功能失调了 就是说我该排便的时候 我变得不太排便 或是我不该排便的时候 它变一天跑好几次 或者是说我吃的东西容易肚子脏 或者是说怎么觉得胃就是会有点吵杂 我们台语叫走周 这些都算是皮胃的失衡 所以中医的皮胃其实主要的 讲的重点就是我们消化道系统的功能 所以大家要知道皮湿运化 绝对不要让自己走到了皮湿运化这一个程度 那我们知道了病因病激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阵型 我看到有五个阵型 那除了这些原因会造成身体的状况以外 同时这个病形成的时候 它也会去干扰我们身体的一些正常运作 那通常我们中医在把脉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就主要就是去分这些阵型 因为这些阵型代表你的身体处在不同的状态 那我们就要给予不一样的方钥去做治疗它 那通常大肠颜最早看到的应该是一个 湿热运结的状态 那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就是说你可能会 刚才提到说大便会出血 那可能大便的味道会稍微比较腥臭一点点 这些是属于刚开始湿热的经历 那是刚开始它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 会是一个湿热运结 那到后来呢它会比较偏虚了 它会变得是比较水泻 就皮湿运湿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水泻的状态 那到后来可能你除了皮的话 更伤到了我们肾气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可能会有中医所谓的五筋械的问题 或者是你可能病人会比较容易腰痠 那甚至严重到不只是气了 已经到连阴分也受到损伤 就会有肝肾阴虚的状况 人家气血会更弱一点点 然后可能脸色看起来会更苍白一点点 那甚至到后来我们这个正虚斜食的时候 是整个气血双虚的 那这不同的阶段的话 中医会给予他们不同的药物 去调整这个体质来帮助他们做治疗 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化疗也会 或是一些放疗也会造成这些状况的形成 医师通常很多人如果他平常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就是没有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 等到他发现他的肠子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第几期了 通常如果你有早期筛检的时候 那个通常在第一二期就会发现 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定期筛检 通常发现很严重的时候都是第三到第四期 所以其实这个早期的一个长期还是很重要的 像我妈妈那时候检查出来就是医生说是第二期 然后开完刀之后拿去做化验 医生说还蛮幸运其实是第一期 那时候妈妈发现的时候就很多邻居 亲戚大家都很多意见 就说有的时候要开刀 有的时候不要开刀 那我想请教陈医师说那到底该不该开刀 这个开不开刀其实它跟着时代的进步 其实它的治疗方式也有点改变 就早期我刚毕业当医生的时候 大概都是先开刀为主 那开完刀了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做化疗或电疗 看它是不是有淋巴的转移 或是有血管的心分 再决定要不要做进阶的治疗 但是现在比较新的治疗方式是 我们如果是第一期我们讲的T1 T2的话 是直接开完刀就观察就可以 可是如果你到了T3或是N1以上的话 可能要先做电疗加化疗 那做完之后肿瘤或许会缩小 那时候有一些好处 第一个开刀的伤口也会变小 第二个你相对可以保留 你那个肛门的功能的几率是高很多的 所以慢慢慢慢地现在治疗就是先电 如果是比较后面就是电化疗先了之后再去开刀 对病人来讲他的生活品质跟预后都会比较好 好 我们知道这个大肠癌是现代人的一大杀手 那究竟我们如何来好好保养自己的大肠呢 其实可以透过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养生气功 你在家就可以活动身体 轻松达到保健肠道的目的 那究竟是什么方法呢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吴建东中医师是台湾中医抗衰老学会的监视 他这里于中国传统气功八段井的推广 从年轻时就拜师学习气功武术将近20年 曾获得2012年两岸武林大会金牌 吴医师行医之余 更是热心分享练习气功调理身体的好处 八段井这个算是气功的一个招式 他从宋代开始就有这个名字在了 但是一直到清代的时候 我们才有一个正式的 我们现在正在打八段井的这个图样 那为什么中医界会这么推崇八段井的关系 是因为练起来时间又不会花很长 很快就可以学得会 因为八段井它针对五上六腑都有帮助 那我们从其中挑出两室 我认为对肠胃跟那个大小肠比较有关系的 包括第三招的调理脾胃虚单矩 跟第七招的怒目转全针七里 传统的中医学认为 八段井透过柔和的动作练习 可达到活络疏筋 调理内脏运动血脉的作用 能使呼吸通道畅顺 运动全身关节与肌肉 调节神经紧张 改善新陈代谢 而其中第三招与第七招 更可以加强肠胃的保健 因为八段井的第三招它叫做调理脾胃虚单矩 当我们在矩另外一边单侧的手的时候 我们会动到单侧的肌肉跟它里面的内脏 那这边内脏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肝胆跟生结肠的地方 另外一边则是皮跟降结肠 那为什么大肠子肠会容易发生的原因是 第一个我们吃的东西 比如说会容易有致癌物 经过考察它的变性以后的东西 那在肠子里面累积太久了 它会慢慢刺激我们的肠道 那我们这样子动到这些内脏的时候 第一个可以让肠物的流动比较快 让这些致癌物比较快速通过 第二个促进这边的气血循环 比如说帮助消化或帮助代谢这边的一些废物 也比较容易把我们的血液 跟我们的像是红血球 白血球 甚至免疫细胞带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去 可以有帮助控制癌细胞生长 或者是甚至代谢癌细胞的作用 第七式怒目转全增气力 则是利用身体往下坠的震动力量 将身体的淤血震散 不同的地方自然打通 第七式叫做怒目转全增气力 它最主要能够用到我们的大腿 跟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跟骨盆的肌肉 另外我们在出拳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身的肌肉 都有在用力紧碰那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蹲马步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下胶循环 包括腹腔跟我们的骨盆腔 里面的循环就会变好 可以把气血关到我们的骨盆腔里面 所以可以快速地把里面的一些 代谢产物给它驱除掉 然后甚至抚养一些大肠脂肠 这一边的一些气血的循环 简单医学的招式 使每个人都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保持肠道健康的效果 刚才在VCR当中特别介绍了 八段颈当中的第三式与第七式 都是可以促进肠道健康的气功招式 医师怎么看待呢 大概分两个 一个是单手举的 那个主要是调理脾胃 我们刚才讲到说 其实这个大肠人跟脾的运化 还有脾须很有关系 所以这个招式的话 可以改善脾须的这个状况 另外两个人 第七式是直犬的部分 它这主要是树干气 刚才提到说气质血液 也会引起这个肠胃的功能的不好 所以到最后造成那个增弹基菌 所以这个第七式 就可以有树干的效果 那除了练八段颈之外 平常比如说如果在家里 我们怎么样可以按摩穴道 大肠癌这个主要是脾胃 所以大概是以胃经的穴道为主 所以大概就是我们肚脐周围 要画上面的中腕穴 这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按摩这边 然后另外还有两边的天疏穴 这是胃经的 另外还有气海关系 就是属于我们任督二脉里面的 它可以补你的肾气的 那你可以顺时钟的在这周边 这样按摩 因为常常早期的大肠癌 或是那种肠胃不好的病人 他们其实肠胃习惯都会改变 那你这样按摩的话 可以改善他们整个肠胃的循环 跟气的循环 因为我们手上面有老公穴 老公穴是可以放出那个气来 帮助你孕化这边的气 那另外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麻烦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顺时钟这样压 因为照肌肉的循环 它是由 这个部分是由上往下的 所以你只要顺着肌肉压也可以 尤其像我们的乙状结肠 肢肠是在靠近我们的左下部这边 所以比如说你真的平常 肠胃排便习惯不好的人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压它 那这边的气就会顺很多 相对于排便的习惯也都会好很多 医生如果平常这样子按摩的话 要按多久 大概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一次可以三 那一天可以做很多次 没关系 你可以比如说吃饱饭 我开始肚子有点胀胀了 你就可以稍微这样子推 让你气碎一点点 你会比较快把气给消下去 那我想请教医生在饮食的部分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 手术之后出院前 营养师来做胃教的时候 有特别了解一下妈妈的饮食习惯 其实我妈妈吃得很健康 也很正常 她不大吃肉 然后她青菜吃很多 那后来了解之后才发现 原来妈妈有个坏习惯 她会一直把隔餐加热隔餐加热 然后营养师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我在想说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饮食上面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基本上如果癌症的病人来 我们都会建议他 这样以新鲜的食物为主 然后不要加工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是最健康最自然的东西 那隔夜的东西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这样 重复烹调的过程中 第一个它的营养素都没有 所以你吃的那些食物 你原来预期可以摄取到的营养素 可能都没有了 第二个是它很多东西会变质 而且是蛋白质类的东西 它经过重复的加热 重复的加热之后 它会变质 那变质之后 它反而可能会对肠胃造成一个刺激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种癌症的发生 跟发炎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常常给它一些 会刺激肠胃发炎的东西的话 确实对它来讲 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这边 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你每天煮东西 就是要煮 你今天要吃完 吃进肚子里面 不要放到隔夜 因为你隔夜的话 容易造成你的肠道会发炎 同时其实这隔夜的东西 这早就已经没有营养 营养素都跑光了 是 好 那除了吃很重要之外 在日常的作型呢 因为其实现代人很多人 因为说他工作忙都会熬夜 但其实熬夜对肠道也非常的不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 熬夜大家都知道伤肝 对不对 那其实肝的部分 在中医是煮血的部分 因为中医叫肝肠血 而且肠魂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魂魄是要登到肝里面去 那当你不睡觉的时候 它就耗你的肝 而且你的魂魄 就没有办法回去好好地休息 那另外晚睡 其实还很耗伤 我们中医讲的肾气 那中医的肾气 是等于我们先天之气的来源 所以你的正气一定会虚弱 而且因为你长期熬夜之后 肾音也会不足 相对的也会相对 比较容易老化 气也会不足 那在你气血双亏的情况下 当然就得癌症的几率 就会相对地高很多 一般人的观念认为 熬夜只会伤到肝 事实上长期熬夜 不只伤肝也伤肾气 中医认为 身体所有的器官与系统 是一部运作精良的机器 只要一个零件损伤 其他也会跟着受影响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是肝的排毒时间 之后 也许是胆 肺 大肠 等其他器官的排毒时间 所以 只有调整作息不熬夜 让身体各个器官正常运作 才能彻底远离 罹患肠癌的风险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正气虚弱 情质失调 还有饮食不节 都是导致肠癌的主要原因 所以配合人体经络的时间作息 然后正常地吃饭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都可以降低肠癌发生的几率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看中医 中医看病怎么看 我们下回见 感谢观看